今天我们来测试一下温莎牛顿学院级24色固彩和白叶艺术家级36色固彩的扩散性跟混色效果 现在我们先来测试一下温莎牛顿的 我们可以先用暖色系的两个颜色来测试一下 扩散性还不错,混色也很自然 再用冷色系的两个颜色试一下,扩散性也不错,混色也还算OK 我们再来比较下白叶艺术家级36色固彩的扩散性跟混色效果吧 同样的,我们用类似于温莎牛顿学院级24色固彩的两个暖色系进行混色 感觉扩散性可以,但是混色效果不太好 然后我们再用两个类似于温莎牛顿的冷色系的颜色进行混色 效果也不太好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温莎牛顿学院级24色固彩和白叶艺术家级36色固彩的扩散性和混色效果 另外有人说白叶的深色颜色颗粒感会比较重 那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 我们拿温莎牛顿的相同的深色的颜色来进行比较 我们选取一个褐色系 可以看到右下角的两个褐色是白叶的 它的颗粒感是比较重的 中间的褐色是温莎牛顿的 颗粒感也比较重 所以说这两个品牌的深色的颜色颗粒感都没有什么优势 好了今天的测试全部完成 心得是温莎牛顿学院级24色固彩 总体感觉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初学者可以考虑 但是个人而言还是比较喜欢温莎牛顿的管彩 效果也更好 虽然白叶的量是比较大的 但是它的大地色系比较多 甚至有些重复 这也是很多博主他吐槽的地方 特别是要画诗画法或者是人物的时候 建议还是买温莎牛顿的管彩 白叶就性价比而言 以及它的效果来说都不是特别建议 个人就是觉得它的包装比较漂亮 当初也是被它的木盒子所吸引才会选购 当然它的量还是蛮大的 分景化还是可以的 还有个我想强调的是 从这个盒子来说 两个都很方便的 就是适合你去旅行 旅行的时候画一些简单的水彩 或者是说写手帐 但是它的盒子你看很明显的 这个是我刚刚拆包的 然后刚刚用了一两次的 但是它已经明显的看到没有 它的这个烤漆做的不是很好的 你看你看这边已经出来了这些 而你看很明显的一个对比是 史明克的这个 我就是学院级的 它的这个烤漆就做的比较好 我用这盒是用的最多的 虽然我用的这个是12色的 但是你看它这个上面就做的非常好 而且很厚很厚实的 颜色也是比较自然的那种白 不像它那种完全是 就是很白很白的那种颜色 你看比较了之后才能看得出来 但是如果调色的话 是不是很白很白 调出颜色参考更加准了 一般的纸头的话 一般的我们画的随彩纸 就不可能是像这么白的 有点类似于像漂白一样的了 但是你看像它这个 就是特别自然的那种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地方 这个只是我颜色弄脏的 不是它弄坏的 你看它就很厚实 你看我看这个边 我再给你看这个边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比较一下 这个是不是比较厚实 看得出来吗 这个你看是不是比较偷 很明显吧 你看左边是明克 右边温山牛顿 对 对啊 它那个边的倒角 很厚实吧 你看很厚实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这个 然后我再看一遍 同样用这个也是这个地方 公平一点 你看 你看 不一样吧 不一样吧 放入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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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鱛